现代科技日新月异 每个人都要被迫改变自己 以跟上时代 西班牙艺术家就利用录像装置 他呈现出现实跟科技之间虚实的关系 与艺术家就创造了一个 从脸书上面浮出来的头像 代表科技不断改变自己的现实 这次凤驾美术馆就展出 13位西班牙艺术家的作品 非常值得期待 从脸书页面浮出来的头像 不断变形 上面流串代表数位资讯的线条 这是西班牙艺术家 加特鲁门迪的作品 呈现出在数位时代的快速发展下 我们每个人都被迫跟着改变 台北凤驾美术馆这次邀请13位 西班牙艺术家展出录像艺术装置 反映现代社会问题 他这一次最主要是 把他在这些形式里面 所呃所呈现的这些艺术概念里面 围绕着所谓的虚拟跟现实之间的 一个是虚拟跟现实之间的冲突 以及虚拟跟现实之间的差距 这次展出的作品都曾参与 西班牙当代新媒体艺术节 策展人有理 希望借由西班牙的岛国经验 跟台湾文化交流 每件作品都凸显出科技和环境的关系 像是三件屏幕组成的影像 看似真实的街道 但每一个其实都是用动画打造的 虚拟场景 民众站在前面就像是走迷宫一样 分不清楚到底什么是真的 什么是假的 而在南极冰层上走动的人们 每一个框框都代表 不同的时间和镜头 凸显我们的世界 都由不同的时间去组合改变而成 这些作品看似虚幻 其实都反映了我们的现今生活 西班牙他自己在他自己的 这个文化背景之下 他在影像上面所呈现出来的 这个质感跟 以及他们对于整个 比如说包括在对个人 跟对社会的这个关注的 这个观点 我觉得其实还是可以观察得出来 就是跟台湾的不同 这次展出的艺术家都非常年轻 除了观察到科技带来的影响 也呈现出新时代对于环境的想法 紧设均 作与 我们新冠的